7月7号由于疫情比较严重,我们特市长斯布亚宁决定在卢尔尼基增设疫苗接种点,这个接种点可能是目前全俄罗斯最大的了,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外国务工人员去这个地方去打疫苗,因为现在没有这个绿码进不了餐厅, 最近有一些博物馆也进不了,所以现在就是已经成了一个硬性指标,所以最近这个打疫苗的人比较多,之前呢大家都不是特别愿意打,所以这也是一个无奈之举 这一站是那个莫斯科1号线的斯巴尔尼基增,然后在对面这是那个新的那个环线14号线 但是平均就是200米左右都特有这个接触者,然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这个接触者提出来,接触者会告诉你怎么走,但实际上它 刚才我看了一下它那个路线还是比较好找的,就是沿着这个路一直往前走,也不用拐弯 这就是一个志愿者,再告诉中亚的这些人怎么走,这前面就是卢士尼基体育场 这个标识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就是往右,最近这段时间中亚的武功人员来这边做的,就是接种的特别多 现在呢,俄罗斯推出了一款,就是一次这个证据,就是那个卫星light 但是也有人说啊,就是现在就是说,因为这个light还不是很成熟 所以就是也是拿这个外国人当小白鼠吧 一会儿我去看看有没有这个卫星5号可以接种 如果有个卫星5号的话,接种一下卫星5号 来俄罗斯特20年,我是第一次来卢士尼基体育场这附近 这体育场非常大 18年的失业杯的决赛,在这个体育场举办 当时我是在莫大的观景台,球迷区看大屏幕 但是在那个观景台就可以看到这个卢士尼基体育场 这边是体育场的输票处 这儿,远处可以看到镜头指的是,巷里要过安检 基本上都是中亚人的,列宁项目 巨堂挺大的 这就是接种点,修复车 这接种点是在底边,现在搭着这棚子,大家都在签调查表 好,先完调查表之后,然后从前面这个地方进去 然后刷卡交费之后,刷卡不准硬 交完费之后,然后就进去 人太多了,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背头回梁赞吧,梁赞基本上没有人,和梁赞打疫苗 俄罗斯的这个疫苗呢,也是有这个,活病毒疫苗和这个灭活疫苗 活病毒疫苗呢,就是这个Sputnik,就是卫星5号和这个Light新出的 灭活疫苗呢,是这个叫Chumagova 之前我听俄罗斯朋友跟我说过,这个Chumagova这一款疫苗也是比较这个,口碑比较好的 但是知道的人非常少 而且呢,前两天我正好看到,就是有报道,就是说这个Chumagova这个疫苗呢,还出现这个断货 一般情况下,他好像还不是,就是,愿意给这个外国人打,因为他本国人都不够用 然后这个Chumagova这个疫苗呢,是可以走这个OMS,就是这个强制医保的,就是可以免费报销的一款 所以比较紧俏 一起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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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